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称 2019冠状病毒疫情令到2020全球债务创纪录新高 飙升至226万亿美元 IMF表示金融市场的显著收紧将加剧高负债政府及企业的压力 IMF指出快于预期的加息将迫使其政府和企业削减债务和支出 进一步损害经济增长 若全球利率上升速度亦快于预期 经济增长持续放缓 债务风险及其可持续性的担忧则将继续放大 各国政策制定者需要在高债务和高通胀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 根据该组织最新的全球债务数据库 2020年全球债务占本地生产总值GDP比率上升28个百分点 达256% 是二战以来升幅最大的一年 其中发达国 加在2020年的公共债务占GDP比例 从2007年的70%升至2020的124% 私人债务则从2007年的164%升至2020的178% 至于低收入国家 IMF曾于本月初发出警告 约60%的世界最贫穷国家正处于高风险或深陷债务困境 若部分低收入国家不进行债务重组 或世上富裕国家的债权人不暂停其偿债义务 并协助重新谈判新条款 这些低收入国家或出现经济崩溃 包吨 回想 转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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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